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厌倦了敌对的华盛顿 中国开始争取印第安纳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支持 中国副总理呼吁支持上市公司以稳定股市 乌克兰特使在北京会谈中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俄罗斯的海上原油出口受到冬季风暴的冲击 恒大清算将给债权人留下很少的可索赔资产 请大家收看 厌倦了敌对的华盛顿 中国开始争取印第安纳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支持 华盛顿邮报 中国的省市领导正在努力与美国市长和其他地方领导人建立联系 这可能为北京方面在对抗敌对的华盛顿时提供筹码 自两国正式承认对方以来 美中关系处于45年来最糟糕的状态 为了阻止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试图激活支持者和倡导者维护美中关系 中国官员正在抓住机会与美国市长和其他地方领导人建立联系 这种联系为北京方面在日益敌对的华盛顿政府面前提供了筹码 中国副总理呼吁支持上市公司以稳定股市 南华早报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呼吁改善上市公司的业绩和盈利能力 以支持国内陷入困境的股市 他强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并敦促干部们参观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 支持优质企业提升其投资吸引力 此举是北京方面试图振兴投资者情绪 吸引长期资金进入市场 以应对中国股市长期下跌的局面 然而 分析师们认为 需要更具体的措施来安抚投资者 并改变股市的表现 乌克兰特使在北京会谈中表示 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南华早报 乌克兰驻中国大使帕弗洛·李亚比金表示 乌克兰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并愿意加强与北京的合作 这一评论是在2月3日 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会面时发表的 孙卫东补充说 自32年前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两国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外交关系 俄罗斯的海上原油出口 受到冬季风暴的冲击 彭博社 由于高峰、严寒和维护工作的干扰 俄罗斯的海上原油运输量下降 在截至1月28日的四周内 俄罗斯港口每天运输约309万桶原油 比上一时期每天减少约25万桶 更据波动性的每周平均值下降约12万桶 降至280万桶的8周低点 尽管野门胡塞叛军袭击商船 但俄罗斯运往亚洲买家的原油 仍然通过红海运输 俄罗斯表示将在2024年第一季度将石油出口量削减50万桶 日低于5月至6月的平均水平 恒大清算将给债权人留下很少的可索赔资产 彭博社 中国恒大集团的债权人 预计只能收回他们持有的数十亿美元债务的一小部分 因为大部分公司资产对清算人员来说很难获取 根据法庭文件 恒大在香港的主要资产仅为29亿美元 而离岸债务为254亿美元 该公司的离岸债券持有人 曾试图通过谈判避免清算 但进展甚微 清算令可能成为其他中国开发商的一个范本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仍在持续 美中竞争 泰国站在哪一边 德国之声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泰国曼谷举行了一次意外会晤 讨论了一系列地缘政治问题 这次会晤凸显了泰国的外交潜力 和在美中紧张关系中保持中立的能力 泰国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政策 使其能够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密切联系 并成为讨论的会晤地点 这次会晤也可以看作是华盛顿对泰国新任总理斯雷塔 塔维辛的认可 他在去年的选举后并不是首选接任的人选 香港已经有了一部国家安全法 现在香港的领导人正在推动另一部国家安全法 CNN 香港已经启动了制定一项可能对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 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安全法的过程 拟议的立法将涵盖叛国罪 窃取国家机密、间谍活动和外部干预等罪行 香港官员表示 该法律将填补中国中央政府于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中的漏洞 该立法在2003年被搁置 因为它引发了50万居民上街抗议 担心它会侵蚀公民自由 菲律宾计划在4月与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演习 彭博社 菲律宾和美国计划在4月举行他们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其中包括网络和信息站 这次被称为巴黎塔坦的年度演习正在扩大 因为美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持续之际 加强了安全合作 菲律宾海军已经监测到约200艘中国渔民 组成的海上民兵在争议水域活动 扩大演习计划的出台正指北京方面在该地区提出了广泛的主张 美国企业希望香港停止谈论国家安全问题 彭博社 根据香港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 美国公司呼吁美国和香港双方减少有关国家安全的言论 调查发现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减少国家安全讨论将改善双方关系 美中紧张关系被认为是未来一年业务挑战的最主要来源 该调查结果公布的当天 香港开始就其国家安全法进行公众咨询 由于该法对意义和言论自由的打压 西方政府对该法提出了批评 民主不应该由一个威权政权决定 台湾外交部长反驳北京对即将上任总统的批评 澳洲ABC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驳驳斥了北京方面的警告 称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当选不会危及中台之间的现状 吴钊燮表示 台湾不接受中国对其的管辖 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 他补充说 赖清德是一个温和派 希望维持现状 吴钊燮还指责中国向其他国家施压 减少与台湾的接触和友谊 定敦促澳大利亚在确保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巴基斯坦前领导人伊姆兰 汉在选举前被判处10年监禁 华盛顿邮报 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 汉因泄露官方机密被判入狱10年 这位备受欢迎的领导人之前因腐败已经入狱 自8月以来一直被羁押 他所在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PTI将这一判决称为伪造 并表示将提出上诉 汉的PTI还指责巴基斯坦政府故意加快判决进度 以与下周的大选最后阶段重合 汉被禁止参选公职 相反的方向 在德国贸易中 美国有望在2024年超过中国 南华早报 根据德国贸易投资局的一份报告 到2024年 美国有可能超过中国成为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该报告指出 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方向相反 美国的发展超出预期 而中国则没有恢复 报告还提到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工业投资疲软 是这一趋势的原因 2023年 德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了约19% 德国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约9% 因此 中国对美国的领先优势 已经缩小到仅10亿欧元 11亿美元 至20亿欧元之间 越南和菲律宾同意加强南海海岸警卫合作 南华早报 越南和菲律宾已同意加强南海海岸警卫队合作 因为马尼拉和北京在有争议的 礁石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这两个国家签署了两项协议 建立了一个通信热线 并成立了一个联合海岸警卫委员会 讨论共同问题 此举是在两国船只之间一系列对峙事件之后 特别是在第二托马斯礁附近 菲律宾还同意与越南签署为期五年的贸易承诺 向越南提供多达200万吨百米 以确保食品安全 此外 越南汽车制造商Wenfast计划在2024年在菲律宾投资 首先建立一家电动汽车和摩托车经销商网络 中国将从高级机构驱逐著名火箭科学家王小军 南华早报 中国著名火箭科学家王小军将被开除出中国最高咨询机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TCC 此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领导人涉嫌腐败进行了调查 王小军曾领导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将被取消CPTCC代表的职务 尽管最终决定将在3月份做出 中国一直在打击与火箭军有关的高级官员 去年12月已有几名航空航天防御行业高管被解除了CPTCC职务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尚未触底 纽约时报 中国购房者对该国房地产市场失去了信心 该市场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受欢迎的投资选择 这种信心的丧失 对于试图振兴这个陷入困境的行业的中国政策制定者来说 正在成为一个问题 近年来 新房销售量急剧下降 2023年住房销售额下降了6.5% 2023年12月的销售额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7.1% 房地产开发也在2023年下降了9.6% 专家认为 市场尚未达到最低点 恢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23年 新加坡从美国和中国的投资承诺减少了 日经亚洲 根据政府数据显示 2023年来自美国 欧洲和中国公司对新加坡的投资承诺 较去年有所下降 全球经济衰退 对商业信心蒙上阴影 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数据 去年新加坡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27亿新加坡元 95亿美元 这一数字较2022年的创纪录的225亿新加坡元下降了44% 当时该国的半导体行业投资出现了激增 香港的喜剧之王借助抖音系列剧迎来了巨大的成功 南华早报 香港电影制片人周星驰已与中国版TikTok抖音签署了一项协议 将制作一部独家迷你剧集 该项目代号为9527 将包括周星驰以及其他杰出年轻创作者的内容 由于迷你剧集的级数短且制作质量高 他们在中国变得非常受欢迎 字节跳动 快手和腾讯控股等公司一直在投资这种格式 预计到2023年底 迷你剧集市场规模将达到374亿元人民币 约合53亿美元 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有可能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 南华早报 中国的电动汽车音乐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 中国汽车制造商现在每年出口约500万辆电动汽车 而三年前还不到100万辆 然而 充电基础设施的缺乏和市场饱和 导致该行业表现不佳 过去一年的股本回报率频频 随着中国和欧洲的需求显示出趋于平稳的迹象 未来电动汽车销售可能面临挑战 国家机密 彭博社亚洲版的报道 彭博社 香港股市在政府公布新安全法细节后下滑 该法扩大了国家机密的定义 中国政府此举向决策者发出了一个信号 此外 中国人对海外股票的热情导致价格出现扭曲 埃隆 马斯克宣布 第一位人类患者已经接受了来自Neuralink的脑植物手术 并且康复良好 初步结果有希望 印度银行目前经历了十年来最快的扩张 但面临流动性短缺 一位马来西亚皇室成员将于1月31日成为国王 但他的任命引发了争议 最后 戒酒医院的趋势加速了美国药物消费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饮酒者将大麻视为比酒精更健康的替代品 大麻销售额上升 而酒精销售则降至疫情后的最低点 拜登与特朗普在电动汽车和中国威胁方面的立场对比 华盛顿邮报 拜登总统和前总统特朗普最近对他们在汽车行业和电动汽车方面的记录 提出了对比性的主张 拜登表示 特朗普失去了汽车行业的工作岗位 并忽视了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推动 而特朗普则认为 拜登的绿色能源政策将摧毁汽车制造业的就业岗位 并让中国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华盛顿邮报对这些主张进行了事实核查 并发现 拜登在电动汽车方面的记录与特朗普相比表现良好 拜登已经通过了三项重要法律 鼓励电动汽车销售和促进国内电池生产 从而导致汽车就业岗位的激增 另一方面 特朗普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基本上忽视了电动汽车 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他的说法 即拜登的政策将导致就业岗位减少 和中国在电动汽车市场上占主导地位 在汽车行业就业方面 拜登准确地表示 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 全国范围内失去了数万个汽车工作岗位 尽管其中也包括汽车零售工作岗位 具体看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制造业的工作岗位 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略有增加 但也有六家制造工厂关闭 特朗普在汽车行业就业方面的记录 在仅考虑疫情前的2017年2月至2020年2月期间时 看起来更有利 显示出超过7万个工作岗位的增长 然而在此期间汽车制造业出现了压力迹象 从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期间 失去了近2.6万个工作岗位 总体而言 拜登在电动汽车方面的记录比特朗普更强 拜登已经通过了法律来应对 中国在电动汽车市场上的崛起 并鼓励电动汽车销售和国内电池生产 作为结果 汽车制造商在电动汽车和电池制造方面进行了重大投资 而特朗普则没有推动电动汽车生产 也没有应对中国在该技术上的投资 他提议取消鼓励电动汽车制造的计划 并没有提出鼓励美国电动汽车制造的立法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很高兴再次和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些新闻吧 首先 中国开始与美国各州建立联系 以争取印第安纳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支持 这是中国在与华盛顿对抗的过程中的一个策略 试图在美中关系最差的时刻寻找支持者 呼应这一策略 中国副总理呼吁支持上市公司以稳定股市 然而 分析师指出需要更具体的措施来安抚投资者改变股市的表现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变化 乌克兰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并愿意加强与北京的合作 同时 美国和菲律宾计划在4月进行更多的军事演习 以加强安全合作 这些变化显示了地区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变化性 在经济方面 中国房地产危机仍在持续 市场信心下降 此外 新加坡的投资承诺减少 可能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 这些都是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最后 我们也见识到了一些娱乐界的新闻 香港电影制片人周星驰与抖音签署了一项协议 将制作一部独家迷你聚集 而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也可能面临挑战 市场饱和和充电基础设施的缺乏成为了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和我的观点 我很期待和大家进行讨论和回答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